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EmersonTV 好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iPad Pro 2020 我等了非常久 大概等了三個星期 超久了 這是iPad Pro 然後這個是鍵盤 就是大家一直覺得會很麻煩很重的鍵盤 可是我個人覺得還好 然後這是Apple Pencil 等很久 我生了禮物耶 我買了一個 PaperLine 就是大家有很多人在問 就是什麼東西比較適合iPad的紙模 網路上看起來好像它的品質會比較好 我們現在來開箱 iPad Pro 一樣是不用刀子 現在iPad的Apple設計就是像這個樣子 沒味道 我今天買12.9吋大概就13吋 基本上就是一台MacBook Pro的重量 一個大小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樣從這邊開始 好 裡面是空的 因為我早就已經開箱好了 哈哈哈哈 這邊 就是它這次比較明顯可以看出來 就是後面有四顆鏡頭 然後這邊三個就是從上一代開始就有的 用來連接它一些周邊配件 像是鍵盤 或是一些其他他場的鍵盤 都可以用這個來做感應 然後現在也都是Type-C 然後這四個喇叭 其實基本上和上市的配置都是一樣 iPad開箱完之後 我們來開鍵盤 鍵盤等超久 鍵盤足足大概 比iPad Pro在等了多一個禮拜 然後我打過去問 他說現在缺貨也不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個鍵盤就真的蠻重的 可是因為它是12.9吋 可是我覺得應該男生用都是還OK 它就是膠帶還是必須要有刀子 不可以借刀子 耶我們來開箱囉 這是 中文鍵盤 那你有帶英文的嗎 有等一下再跟他介紹一下 中文和英文的差別 有些人覺得買那麼貴重 會想好看一點 而且現在應該很多人會盲打 盲打的話就是 整個鍵盤看起來比較乾淨 加上它的鍵盤按鍵會 比較急一點 會比較小 就它一般的那種鍵盤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上面是單純用的話 有一個好看 喔這裡這裡這裡 它後面就有印它三個 形式的一個開法 然後它角度基本上就是 最平的角度跟最斜的角度 它是上一代不一樣 它是沒辦法做打平的 像我有時候畫圖啊 或是 怎樣要拿著 在家裡修照片 其實會有點 有點小麻煩 可是我覺得 用起來是都還OK 好這就是 它的鍵盤 真的是很重 裡面是什麼 它裡面是一個 紙喔 紙 它是它的鍵盤的大小 其實 其實差不多 出貨盤是蠻小的 之前用它的那個 那個 桌墊大台那種 其實它的應該大小 要比較大個2.5倍吧 大家還是要習慣一下 然後它的用法就是 這個地方 它四個 四個跟四個 其實它是會直接吸上去 吸上去 吸上去它就自動連接了 不用連接啊 什麼東西都不用 它就自動就連起來了 它蓋起來就是這樣 厚度 厚度其實也還好 它開的時候 它沒辦法像筆電 可以直接這樣 這樣打開 我後來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 你可能用的時候 你要先把它這樣立起來 握著下面跟這樣 然後就找到一個 吃力一點之後 它就可以這樣打開之後 放下來 大家用筆電的話 可能會 重量都是在 壓在下面 所以你可能斜的啊 或什麼之類的話 它比較不容易交 這台iPad Pro加Magic Keyboard 它 重量是主要在它的 iPad機身上面 所以你只要 可能斜一點 往後仰 它這邊反而比較輕 這邊比較重 所以大家要比較注意一點 然後它這也是分兩段式的 像這樣子 它這邊就會自動吸住 所以你在打開的時候呢 因為先這樣 到這邊 它會一個盾點 盾點它基本上就維持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iPad跟這邊做分離 它有一個周兩個周 這樣子 它另外一個我覺得蠻好的功能就是 它這次新增了背光 背光鍵盤 背光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側邊 側邊是它晚上用的都是會發光 之前的iPad Pro是一樣的 在晚上用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像如果有人用iPad Pro或是iMac習慣的人 它會覺得上面一些大小鈴鍵 會比較方便一點 但因為它可能是 按鍵數量的限制 還有它必須把所有 縮減在一個iPad的那個大小裡面 所以它上面其實是空的 它完全是美東西 然後你要調整音量那些 只能從這裡 和原本一樣的地方去做調整 然後鍵盤的話 要調整亮度的話 也要進到它的設置裡面 會比較麻煩 可是這算是99設定一次 我就覺得還好 另外一個就是 它在打字的時候 你可能在打上面的時候 會容易去敲到 所以可能如果有在考慮的話 考慮要買的話 這些問題大概是要自己去 知道一下 但我覺得 畢竟你買一個東西 可以接受它的缺點 我們應該就可以買了 那是因為之前有人跟我說過 就是 你買一個東西 可能想說代表買 你知道可以接受它的缺點 其實 它就是一個可以買的東西 所以你不用一直看它的優點 你知道你接受它的缺點 然後優點是一種 然後今天 買iPad Pro 一定需要買筆 所以我今天也買了一個 Apple Pencil 二代 現在只有我一定要入訂 跟之前是一樣的 我這是從美國寄過來的 這種配件會沒有保護的問題 所以 從美國寄 便宜蠻多的 我這個筆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一個配件 是我當初跟筆的時候是一起買的 它算是一個set 所以 它 總共才 三千八 可是在台灣買的話 我記得好像這樣就要 四千 未來四千三 才可以買到一支筆 等一下介紹它的配件 它 就要七百八十元 我就是覺得蠻貴的 可是 我覺得弄起來蠻好用的 好 介紹Apple Pencil 它是二代 可以攜帶上面那個 它材質消光了 我會比較喜歡 就是 容易刮傷 它這個是朝上 所以你其實把它吸上去就可以 對 然後你平常攜帶的時候就是這樣 可是 它就是會 容易撞掉 可能會有人覺得就是 噢 它那麼難開 然後剛才說要 比在這個位置 你會一直去撥到它 所以我現在就要介紹 我之前買的那個配件 這些大概就是 我就是 買iPad 它原廠的一些配件 整體起來我覺得是 還不錯 然後 對於生產力來說 我覺得是 也是還OK的 就是 因為它這次架的這些配件 基本上 iPad就已經是一台筆電了 可能 我現在也在等之後 Adobe支援 RC的 或是Photoshop 它有更好的運用 因為Photoshop現在基本上 好像只有 英文跟 德文 還有日文 它對於 中文的話其實就支援 你就算下來下來 它也是只有日文 所以 使用率其實不高 然後 主要是期待它 兩個產品會出的話 會比較好 對於設計啊 平面設計 對一些設計師來說 會比較方便 然後 它之後也會出 Final Cut 它也會支援到 iPad上面 可能對於一些 YouTuber 或是什麼之類 像是Eli 可能會比較好用一點 哈哈 對 然後以上 它都是這次的原廠開箱 下次會跟大家說一些配件 就是我個人覺得 可以補助這個產品 讓它變得更好的一個組合 給大家知道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Emerson 拍手 棒棒 好 棒棒 看鏡頭喔 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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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鏡頭 我要講什麼 開什麼 開始 開始 早在 嗨大家好 再一次 再一次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MTV 今天要來看一下 好 再見 好 好 好奇心旺盛 可是它桌上怎麼都沒有 大家先看第一台 你怎麼沒有拿出來 沒有 要到桌 好 一二三 你好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EmersonTV 它的重量的話 重量在問 重量 重量問題的話 就是像 一般 好像在抖 我就閉了 欸 這裡 放我 又穿回去 等一下這邊剪掉 都開箱過了啦 沒關係 好 再抽出來一次 說 回事 後面 想到 回事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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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